金黃甜甜圈是阿鑫在媽媽鼓勵下 克服曾被油噴的恐懼而完成的料理 而這碗粥則是四寶媽將四個孩子最喜愛的菜色 融合在一起的愛心料理 還有以糖寶寶兒子為名的滷味 用慢火燉煮出希望的養分 這些是家福基金會幫助的家庭中 參加料理比賽的菜色 每道菜都有滿滿愛的故事 每次那個家庭作業就是出一個幫全家人做早餐 那我就想到那個就簡單的嘛 蛋 蛋是最簡單的 結果他就自己試做 他就被油噴倒了 他油噴倒了 對 然後他就可能心裡就會有一些記憶的創造 會因你 是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 小事又出了另外一個作業 叫做米食料理 對 那我們其實經過討論 那祖哥他是一個特殊的小孩 他可能 他有一些那個雅士多格生 那很容易會誤解說 會忘記老師說過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說炒飯不行 收不行 然後有關那個蛋糕飯也不行 然後我說天啊 這是真的嗎 那我可以做什麼 走出他自己的一條路 對 那其實他想辦法組成 他就想到那個夜市有賣那個小米甜甜圈 他真的很有生意頭腦耶 然後我們就其實我們就做完討論 我們就去上網找資料 因為也沒有接觸過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開始玩面傳啦 那他們很享受在那個塑形的時候 而且這個真的不會再爆了 那個不知道 然後塑形那哥哥就會做一些 星星形狀啊 好幾個圈圈啊什麼的 然後去玩 那之後呢 人到那個要油炸的時候 糟糕 他看到他就跑掉 都緊張 下次都在噴到 對 那看到這麼大一鍋油 他就開始害怕 那他就大喊他不要 那我就說那沒關係 那你就在旁邊看 對 那我也教他一些廚房的知識 他會油噴是會有水 對 那你可能夾子啊 或是你的多產水都不能有水 那我也教他 他那個廚房的一些安全知識 那四半一次給他 那我就覺得他開始有那個船水移動 我就讓他自己來 比較有信心了 對 我就讓他自己來 然後我很感謝就是他的那個成長的突破 因為是寶媽的孩子啊 然後因為每次 因為有前面兩個孩子 就是下次我才會見到他們 所以他們見到媽媽的時候 就會吵說要吃粥 然後姊姊他會覺得說 他不想要太多灑的味的那個料理 然後就變成我們想了一個自己主家的料理 就是這個孩子最喜歡的其中一個食物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一起煮 然後就是裡面有這個孩子最愛的鮮奶 然後還有蝦子 然後皮蛋跟麵筋 然後這些我們在煮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孩子一起參與 然後像小朋友會幫忙剝蝦子 然後去皮蛋啊 蛋殼啊 雖然沒有很完整漂亮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參與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裡面會充滿了就是 對媽媽的一種懷念 然後一種思念的感覺 然後就是裡面會有媽媽滿滿的愛這樣子 對 你哥哥餓了齁 呵呵呵呵 哥哥本來說都是真餓的 在五年前的時候是我生出這個堂寶寶 那那個時候的我是越從越南來 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 我也背著他就是找工作也沒辦法做 那那時候的我我就想著就是說 就是我這個人生在低谷中我根本看不到未來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去送服他去 本來帶孩子是很辛苦的 那這個孩子更讓我看不到未來 我人生生的在低谷的時候 然後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去河邊 本來就想一聊白的帶孩子 那在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是我記得兒子 他毛毛女的天氣 而且那個瘦大稍微多一點多 那我大兒子就一直跟著我背後 我就默默的跟著我 一直走到河邊 然後我兒子說 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知道他心中是其實他是害怕 只是說媽媽走他就跟著走 那那個時候我就告訴他一句話說 那我們生活就沒辦法過下去了 我們直接到河裡去做好了 那我兒子立刻就拉著我 拉著就說 那什麼不可以 不要這樣 我們找不到工作 我們家沒有錢 我蔥可以不用煮 你滷味很好吃 那麼我們試著去賣滷味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可以嗎 我回頭問他我可以嗎 他說可以 我們可以試吃 超好吃的 所以我們滷味就許叫熱飽 滷味是我兒子叫熱飽 很多的家庭會說 就算給我鍋子 我也不知道怎麼煮啊 我們說不難不難 真的所有的家庭都有辦法 自己來創作他們的料理 所以我們就從我們的家庭 一千兩戶家庭裡面來找 有沒有人想要來比賽 來想要做給大家看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做了一個料理的比賽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每個家庭都有他們自己獨家的味道 每個家庭都為了這個故事 為了這個料理 說了一個他們自己的故事 那像我們這次其實最感動的 其實是那個 我覺得我比較感動的 應該是四寶媽 因為她的四個孩子分別都有 自己所不喜歡 所喜歡的東西 那媽媽就是也不知道該怎麼分她的愛 那乾脆把愛都把它mix在一起好了 所以她就讓孩子可以各自選 他們最喜歡的食材 放到那個粥裡頭去 那變成一個非常暖心 非常有愛的一個料理 所以我們想要告訴家庭說 沒關係拿到鍋子之後 其實只要是家人一起創作的 都是好料理 所以不用太擔心 也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 幸福的一個暖心的料理出現 擔任基金會愛心大使的藝人 黃小柔也迫不及待品嘗料理 直呼好好吃 並對三個家庭的料理很有共鳴 她呼籲大家支持基金會 歲末將舉辦的園遊會活動 讓這些弱勢家庭孩子 都能擁有獨特的歡樂時光 同時募集多功能料理鍋的款項 讓他們能持續在家煮出幸福滋味 我的小孩都不會陪我做 我小孩每次陪我家媽媽要不要禮物 媽媽媽媽媽要不要幫忙談 但我每次只要跟她講說 給我幫媽媽做 票格就不見了 你們好棒喔 真的 掌聲鼓勵給你們 好厲害 我回去跟我那個哥哥姐姐們講 把影片給她看 看她都那麼認真 還會做這麼多的料理 那麼很厲害 對啊 我比較感動的是說 我覺得剛剛特別提到勇氣這個事 那我覺得不管 現在大家是處於在什麼樣的狀況 願意往前那一步的勇氣很重要 不要說弱勢團體 更包括連我自己 我也在努力前進 也需要很多勇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這個語言會比較特別是 我們並不是對外的 我們是我們這1200戶的家庭 我們一起要來同樂的一個園遊會 所以我們的園會是要很早之前開始籌劃 那園遊會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攤位 那些攤位呢 都是愛心的攤位 所有的家庭手上都會有10張的點券 這10張的點券 他們可以隨意去換他們想要換的禮物 去玩他們想要玩的遊戲 所以小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快樂 那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辦成功 孩子們都非常非常的失望 今年我們很想很想把它辦成 可是到目前為止 其實捐款沒有到那麼的如我們所預期 所以我們其實有點擔心 這個園遊會會不會沒辦法成功 但沒關係 我想今天的記者會會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需要是什麼 那在園遊會結束的時候 家長還有一個期待 就是他們希望可以帶著愛心的福袋回家 那這福袋裡面呢 我們今年幫他們挑選的就是多功能料理鍋 為什麼是多功能料理鍋呢 是因為家庭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開始會自己煮東西 可是才發現他們的鍋具其實沒有那麼的適用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今年可以募多功能料理鍋 讓他們可以回家做出他們自己的獨家料理 所以現在很需要大家幫我們走最後這一里路 讓我們的募款可以順利的打標 那一千兩百戶的家庭 他們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經濟弱勢的家庭 那單親的家庭或隔代教養的家庭 那就像今天記者會你們所看到的 有些人他們要照顧一些比較需要照顧的糖寶寶 或者是家裡有些人有些生病的狀態 所以他們其實每年都很期待說到一個過年前 可以有一個幸福的年 那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的愛心匯集起來 那透過園遊會的方式 讓他們全家都可以出來走走逛逛 疫情期間大家都悶壞了來走走逛逛 那帶著暖心服袋回家過一個幸福的年 疫情帶來的衝擊正慢慢復原 家福期盼大眾仍能幫助弱實家庭 體驗親子共有的喜悅 擴大善的聯誼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好 莫抒消